我做的都主要是針對政商,可是有些時候我們拍照的時候可能只要局部,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看像這個金幣,整個暗暗的忙,就把它稍微調整一下,玩拍這個時候就很好面 如果你有去墾丁,東南亞玩過,很多人過來都是這樣 不是真的曬黑的,是你自願的 太陽太大,脈子不能摔下來,摔下來就完了,就變瞇瞇眼了,那你就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你在晚上,你看到舞台上,燈光是更不平均,它燈光這樣倒下來的 所以你看像這個,站在這邊,它就站的不好,這邊就比較暗 所以,有些人不是天空就皮膚黑的,只是站的位置不好 可以嗎?我們來試看看 我們先從金幣欄,你看像在舊版本,我們在Phototab的舊版本 像我這些大片是原來尺寸的,所以說一張片 如果你在用的時候,它用這個打光工具,它就會比較頓 但是新版本已經改善了 那你看我們這邊,有沒有,這裡有一個修片工具,裡面就有這個打光 不要一直看這裡,我知道很多朋友會一直注意這裡 等一下我們會講,先看下面打光,所以我們要先問打光 有沒有之後,你看下面這裡就有它的工具箱 這樣它就等於是一個筆刷,你可以按著拖曳,這個有沒有 它就變得比較,按著拖曳,好 錄製的文化 你們,你們知道金幣欄受的嗎? 蛤? 知道金跟銀,有時候要去那個珠百頓拿去洗啊? 他要用什麼洗? 蛤? 蛤? 對 遠至於自己自己在鼻子上就好了,那會不會用 對 他就是要把那個外角氧化的部分把它去掉嘛 才會收入原來的,我們自己洗就好了嘛 對不對,很快 會登記 所以,你看一下這裡 這邊看一下下面這一張 下面這一張的話,那時候你看 這一張,它是有點歪歪的 應該說直拍 直拍你有什麼辦法 一張是在下面就先轉好 再丟上來 另外一張是我們現在是要丟上來的 從哪裡?從這邊 有沒有旋轉版面 這個應該是順直針 對不對 好,所以下次你如果去那個墾丁玩有沒有 還是去那個啊 海邊啊 對不對 怎麼還需要擦白氧瓶 這是讓人賣錢啊 蛤? 錄到就好了 等一下咧 哇,你看 雙口不小心喔 那怎麼辦 蛤? 再一次 再一次它就不理你了 有沒有發現 你看有這個圖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 因為這裡要按一下公信筆算 如果你用這一次,你還要再一次的話 希望才會再白一點 你看吧 使用前 如果你看使用後 他很大的啊 旁邊的黑人 他也可以啊 他有比較多啊 黑人不是天真就是黑人 好 好 你可以看看下面這一張 這個也是一樣 你看在舞台上也是一樣的情形 對不對 你看他 站的好的像他 對不對 站最好像他 有的是一半的 有沒有 也有這種的 嘿嘿 所以你看他 所以你知道他不是歐巴隊 下次自行處理一下就好 公信筆刷 有些人就是喜歡白一點嘛 所以下次不要去 這樣子你們FV的照片還可以信嗎 哈哈哈哈 幾個分級的照片還可以信嗎 沒有修 就是變人的嘛 一定要修啊 只是說修很大分就很小 這樣子而已啊 好 所以你這樣玩過之後等一下還要曬曬你哦 好 這不要怎麼處理 好不好 我把它們反過呢 可以看到的這個同學 這個呢 會有遇到這種情形 這個 給人家看一下沒關係嘛 好 那你看這個啊 你就要遇到一個情形是什麼 它本身 因為那個可能 方日的顏色 就是偏日的 所以你如果說你就先用打光來直接調 這樣做 對不對 我們影像處理有一個原則 大 大 大範圍的限制 很簡單呢 所以你可以調這些 你看影像裡面 有幾個部分你可以調 一個是色調平衡 對不對 你可以像這樣 冷色激一點 對不對 這是一條 另外一個呢 如果你調一個 你可以用這個RGB的顏色調 就橫色綠色藍色 像這個很明顯的就是綠色圈多 綠色圈多有多少呢 綠色減少一點 有沒有 綠色就少一點了 對不對 然後呢 它少的還有藍色 紅色都多一點 這樣會比較接近原來的 那綠色 這個紅色好像多了一點點 不要那麼多 再少一點 有沒有 會比較接近原來的 對不對 那這個情況呢 你更調染的 我覺得這個光線不夠 我再來用什麼 我們有沒有用過暗部補光 有齁 有齁 我的髮型為什麼會喘 哈哈哈哈 好 在這裡 暗部補光 你看 這樣補小器就比較好一點 對不對 對 那你再看情形 你看使用前 使用後 綠色減少的 再來做 那如果你覺得還有需要用這個的 你再去做 可是這個這樣就太多了 但反而就不是那麼好 那你了解一些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你可以試看看 因為 矮額的原則 整張的先處理 嚴重有偏調的先處理 所以你要修小的地方 再來修小的地方 不然的話 你很容易就會 做白工 而且 因為小的修完 再一條大的 那不就等於說團隊回去 而且效果常常會不見得是好的